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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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身 怎了解 情風赴月夜 為夢斬千美 請可我獨醉 醉在你身邊 無奈紅顏多皺染上悲 花真心 原諒誰 孤傲的雀真是非 願與你站對 千年大月不再缺 雲映而完美 萬修情嘆眼 藏不住青春面之美 裝人有心弦交嘴 千仙嘆痴之間 花中一縷眼 人憑風飄映 人憑風飄映 萬惟 萬修情嘆眼 藏不住青春面之美 裝然有心弦交嘴 萬修情嘆眼 藏不住青春面之美 藏不住青春面之美 萬修情嘆眼 萬修情嘆眼 我没事 我有事 我有件喜事要告诉你们 喜事 我有喜了 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放心 我已经想好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都会把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的 慢慢 慢慢 我这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咱们一件一件来 首先 你先告诉我们 这孩子是谁的种啊 对啊 素云 得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 我们帮你去找他呀 不用找 我也不想找他 但是我会把他的孩子生下来 这事就这么定了 我说 素云 讨厌 你干吗跟着我啊 我想跟你说件事 那 说吧 你不是想知道 画里的女人是谁吗 我告诉你 那天晚上 山洞很冷 我的命是他救的 我们俩的缘分 好像是上天注定的 那天 他不惜脱掉他的衣裳 来给我预寒 要不是他 我早就死了 你说 就是他当着你的面 把衣服给脱了 嗯 你们两个孤男寡女 不会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我不确定 但我一直忘不了他 他跟我说话的样子 他给我巴扎的表情 即便没有漂亮的衣服 也没擦什么胭脂水粉 说不出来的好看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 因为我不想骗你 我跟那姑娘可能永远都见不到 但是在我心里 永远有她一个位置 你太过分了 放手 路上官 把你们店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给我们瞧瞧 二位二位 欢迎二位光临 我只是个伙计 我们有云轩真正的老板 是谢先生 谢先生 哭啰嗦 是小弟啊 我们去找老板 说有贵客来了 好好好 这是古董吗 是是是是是 这位爷 你使不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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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有事说事 拿东西发神器 哪条道上的 学上 桑林 来 回来 这面的 没想到 呢 幸好 起来 你给我挡着 还有你 这次走开 走吧 没事 对不起 结果 老爷 谢老爷 志远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身功夫 我这哪算功夫 三脚猫罢了 保罗 志远的孩子不错 我得好好地奖赏奖赏呢 是 这放学了不回家 怎么跑到店里来了 我约了小姐 要给太太去花市挑几盆花钱 来 这钱你就拿着 好好地去买几身好衣服吧 不用 我这儿有钱 这我可是奖赏你刚才的 一举的和你的零钱没关系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钱 志远 我们都是下人 东家给我们的赏赐 是不能拒绝的 老罗 什么下人不下人的 这孩子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 老爷 您疼惜他 是您的慈悲 可是他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下人终归是下人 这孩子自有分寸 好了 拿着别客气 谢谢老爷 志远 你来啦 大爷 怎么就没看见爹在这儿啊 爹 什么 走吧 爹再见 大爷 Snapchat 爹 他们找到舒寒的时候 她已经受伤了 而且还发着烧 神志根本不清 我怀疑 那个姑娘 应该是她的幻觉 幻觉 你的意思是 其实根本没那回事 没错 你啊 别胡思乱想了 赶紧嫁过来 每天都守着她 她就是你的人了 静怡姐讨厌死了 我不跟你说了 那我先回家了 拜拜 拜拜 来 路上小心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画的什么呀 怎么这么眼熟呢这个人 这人是我呀 我竟知道她记得 那天晚上的事情 她不会忘了我的 难怪画得这么像 看着这么眼熟了 上面写的什么呀 她认识了我不认识她呀 从小梅仙上学 从小梅仙上学 一个姿都不认识 怎么办呢 玉侯仙很贵的 她用这个干什么呀 老咕噜 你帮我看看这个 这不是你吗 这不是你吗 是啊 是我呀 画得真像啊 谁帮你画的 你赶紧帮我看看 上面写的什么字 思南路五十一号 唐淑涵 感情你不认识人家呀 就是他 真的是他 您再帮我念一遍 来 你看 思南路五十一号 唐淑涵 这住思南路的 那可不是普通的人哪 怎么认识这位唐先生的 那我干嘛告诉你呀 这个东西的事 谁也不能说 院里谁都不可以说 行吗 这花还行吗 行 好看 简易 做作业吧 又写作业啊 刚回来嘛 累了 歇会儿行不行 你就知道歇会儿 我先走了 不要 怎么了 腿腮 捏捏 别闹了 就一下嘛 那 癢 癢 癢 行了 我走了 不行 再抱一下 你让老爷看起来 像什么样子 爹不会来的 抱一下 不行不行 好了好了 没闹了 你在干什么 老爷你听我解释 老爷 你听我解释 老爷 你听我解释 做什么事 执远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怎么跟小姐这样啊 跪下 爹 你不要挂他 是我喜欢他 是我缠着他 不要偷了 去 去 你这不争气的东西 来人哪 老爷 阿三 这志愿冒犯小姐 把志愿拖出去 我让你没大没小 我让你冒犯小姐 你起来 你说 你还敢不敢再冒犯小姐了 你起来 你说 你还敢不敢再冒犯小姐了 你说 我喜欢他 你 你 你气死我了 你太不想罢了你 你气死我了你 承江仪 你别打了 你不要打他了 是我喜欢他 你别打他了 别打了 你别打他了 娘 娘 娘 老爷 听你刚才会说 原谅志愿吧 不要再说了 你们屋子俩收拾东西 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爹 志愿 志愿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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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把他们赶走 不要让他们走 我求求你了 老爷 把小姐送回房里 把他关起来 没有我的吩咐 不许让他找我 快去 快去 不要 你不要 小姐 走 娘 娘 你劝劝爹 他要把志愿 和秋香仪赶走 你快劝劝他呀 老爷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问他自己 娘 我喜欢志愿 我想跟志愿在一起 娘 爹要把志愿跟秋香仪都赶走 你欠欠他呀 老爷 事情问清楚了再说嘛 爹 是不是 不管我做什么 你都不会把他们留下 好 我死给你们看 佳衣 佳衣 你 我能保护女儿 你们这不要急 佳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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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姝寒 我都听你大嫂说了 你在山洞里 认识了一个姑娘 对 就是她 我要娶她 姝寒 你在山洞里碰到的那个姑娘 只是你的幻觉 不是 她不是幻觉 她是活生生的人 你结婚那天我就看见过她 我永远忘不了她 什么叫忘不了她 亏你念了那么多书 讲出来也不害臊 丢人 娘 你先别动气啊 是啊娘 舒汉她不懂事 您别跟她计较 反正我又要盯她了 舒汉 你这什么态度 我就不信不信 胳膊拧不过大腿 神神这喜福 我是取定了 好大呀 哎呀 这也没个人 写的什么呀 从小没好好认过字 现在后悔了 喂喂喂 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你好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里是不是 斯南路五十一号啊 是啊 我是这儿的管家 有何贵个 你好你好 我来找一下 唐叔涵 就凭你 也能认识我家二少爷 唐叔涵是你们家二少爷 从哪来的回哪去 没空跟你啰嗦 这是我 这是我 看清楚了吗 画的就是我 嘿嘿 还有呢 不信是吧 很贵的 这是你们家二少爷的女配吧 你从哪弄来的这些东西啊 哎 什么话呀这是 他送给我的 难道是我偷的不成 现在你可以带我进去 去见你们家二少爷了吧 二少爷不在家 瞧你 你就看不起我是不是 你现在就去跟他说 说山洞里的姑娘来找他了 夫人 今天有个姑娘来找二少爷 她说 是在山洞里认识二少爷的 什么 你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她是这么说的 果然找上门来了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的事情 绝不允许在二少爷面前 娇舌根 谁要多嘴 我绝不饶他 是 夫人 是 夫人 有人吗 有没有人哪 滚点下去 你怎么又来了 哎 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今天这个时候来的 哎 我今天可以见到你们家二少爷了吧 夫人 山洞里那个姑娘又来了 老张我怎么吩咐你呢 就这么土老茂的一个乡下女孩 你都打发不走 可这姑娘不好打发 她硬要见二少爷 娘 要不我去看看 看她到底想干什么 念得越远越好 花园跟我们家的玉米田差不多大 还没见过这种银色的花呢 啊 在那儿呢 嗯 你先去忙吧 是 不知道能不能 给我娘带回去 她肯定没有见过这种花 啊 对不起 我 我马上捡 没关系没关系的 你找舒涵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在街上认识的 然后 然后她又救了我 再然后 再然后 我们就分开了 但是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她 她也没有忘记过我 所以我就来找她了 你怎么知道她没忘记你呢 这个 你看看 还有这个 舒涵的玉佩 嗯 我没有骗你 我没有骗你 看来 看来 还没办法这样把她撵走了 这边 还好的 娘 嗯 走了吧 走 唐夫人 我叫杨素云 你好 我怎么吩咐你们 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还带她进来干什么 娘 您别着急 先听她怎么说嘛 下去 是 哎 姐姐 你别走 夫人 您不要怪刚才那位姐姐 是我求她 让她带我进来的 我让你说话了吗 一点规矩都不懂 您不让我说话 我就不能说话呀 我明白了 你们统统下去 是 下去吧 你有话说是吧 嗯 说吧 哎 夫人 其实 我和唐淑涵的缘分 是上天给的 您知道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就是刚才那位姐姐 她成亲的那一天 因为她的玉佩被一个小偷给偷了 我帮她给要回来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到第二天 我进山的时候 碰上强盗了 就是唐淑涵把我给救了 反正我们俩就互相救 但是后来她受伤了 接着我们就去了一个山洞 外面下着雨 她又觉得很冷 然后 我把身上所有能脱的衣服 都脱了给她盖住 可是 然后呢 然后 她还是觉得不行 然后 然后 然后你们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是不是 她是因为我而受伤 我没办法拒绝 我才 你真不要脸哪 你这个女人 你还能把整件事情 说得这么奇迹 我 还亏你说得出口 我都替你害臊啊 我们淑涵 就你这样 她看得上你 你 我们家淑涵 已经有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了 而且眼看 马上就要完婚了 你呀 就别想着来掺和 来破坏她的好事 休想 你说 淑涵有未婚妻了 那她 她要成亲了 可是她在山洞里没告诉我呀 她 她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她有必要告诉你吗 我的儿子 我了解 就你这样的 她不过也就是玩玩 逢场做戏而已 你还当真喽 我 我肚子里已经有她的孩子了 了不得呀 了不得呀 你这个女人 居然挖这样的心思 想利用孩子来威胁我 我没有 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 想讹诈我们唐家 赖上我们舒寒 你别齐心妄想了 这不是野种 这滴滴血却是唐淑涵的孩子 好 就算是舒寒的孩子 那又怎么样 我是舒寒的娘 这个家我说了算 唐家是名伦望族 怎么能允许 有你这么一个唐家的媳妇 你别做梦了 我就是想讹我们 我没想讹你们 张管家 夫人 给他点钱 赶走 是 夫人 我不是来要钱的 走吧 你别碰我 我肚子里的孩子 真的是唐淑涵的 我没有撒谎 走吧 走吧 沈秀 来了 夫人 什么事 找两个机 THんです 他 trail round 我 Chronicle 公司 这个情谊 城市不足外事有名 尽给我惹麻烦 停吧 别再来了啊 你怎么啦 你不会真的怀孕了吧 姐姐 我真的不是来骗人的 我不想要钱 我也没有撒谎 我肚子里真的是唐淑涵的孩子 那你怎么办呀 我求求你 姐姐 你帮帮我 让我见唐淑涵一面 如果她见到我 她不想认我肚子里的孩子 那我也认了 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来打扰你们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带你去见淑涵就是了 真的 这是校园呢 这么多学生啊 他们穿得真好看呢 是啊 淑涵的成绩一直很好 她读完大学以后 还要去国外读呢 读完了还要去国外读 你们两个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呢 那也是 学校真漂亮 快看 舒寒来了 舒寒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算了 不去了 真的是她 我头发好乱呢 那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叫她过来 诶 行 说什么好呢 诶 不会说 那就笑呗 别动 头是有东西 哎呀 行了 别弄啊 舒寒 珊珊 诶 嫂子 记忆姐 舒寒你来 我有事跟你说 嗯 怎么了 好 嫂子看什么呢 哦 没什么 娘说让你早点回家 哦 什么 你今天不陪我出去玩了 不是 我娘不跟我嫂子说了 让我早点回家 那你跟娘说一声 我放学就回去了 嗯 好吧 嗯 那你先陪我去拿课本 你不去了 我自己去拿课本 走啦 走啦 那我先走了 嗯 好 杨素云 你在想什么呢 她已经要成亲了 走 microbial 我尴命啊 就有她的孩子 一定要及使她 忽然 她呢 索啊 我要再借了 图示她的孩子 他不过也就是玩玩 逢场作戏而已 可是我是真的 我该怎么办 你是姚苏云吗 你们是谁 我们家主人让我来告诉你 以后不要接近我们家少爷 否则的话绝不放过你 那你们回去告诉你们家主人 你 从今晚后 我再也不回去找你们家少爷了 好 记住你说的话 走 我再也不去找他了 你说那个街坊古大娘她可不可恶啊 就爱娇蛇根 把素云骂的是有多难听有多难听 还说素云不要脸 实在是气死我了 你就别搭理他 那不就完了吗 不搭理能行吗 不止这虎大娘我告诉你整条街上的人 都知道素云怀孩子的事 对 结果素云去找个姓唐的去了 他要是认账啊 这外面的人也就没话说了 对对对 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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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去思南路找那个姓唐的了 她不认账 走 我陪你去找她 对 我们陪你去找她 咱们都去 你们大家对我的好 我都明白 可是我是一个乡下丫头 没文化 不认字 别人嫌弃我 那也是应当的 我不信我自己一个人 过不了这一关 素云啊 蒸汽能当饭吃吗 我知道我这人没什么脑子 我傻 跟一个没见过几回面的男人 要生孩子 可这个男人是当初我认定了的 我不会后悔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去纠缠他 但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素云啊 这孩子生下来没爹怎么能行呢 你这一时的冲动 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是啊 我杨素云认定的事情 绝不会后悔 只是大哥大嫂 对不住了 我们那都是小事 没关系啊 对啊 你这个才是大事啊 素云哪 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 你想过没有啊 素云 要不然 你回怀北老家去吧 有你娘照顾 做好过你自己一个人哪 那怎么行 我要是搭着肚子去找我娘 我娘非打死我不可 哎 真是的 我想你娘做梦都想不到 她莫名其妙的就要当老王了吧 是谁给你这么大胆子 善作主张带着那个野丫头去找舒寒 你反了你了 娘 您别生气嘛 她真的怀孕了 你怎么能找人去恐吓她呢 是又怎么样 只要影响了舒寒跟珊珊的婚事 我再看那事都做得出来 你信不信 娘 你怎么能忍心呢 万一她真的怀着舒寒的孩子怎么办 我说过的话你要我说第二遍是不是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唐家绝不允许一个乡村野妇的孩子来做我们唐家的孙子 如果你这么有功夫 去同情别人 去帮助别人 你为什么不担心一下自己的肚子呢 我还要警告你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在珊珊和舒寒面前提起 还有 如果你再让我知道 你又去找那个野丫头的话 我绝绝饶不了你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我还有事你先回去啊 好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逃出来的 你怎么逃出来的 如果我不想办法逃出来 你是不是这一辈子就不打算见我了 你怎么可以扔下我一个人偷偷地就搬走 你不要我了吗 我得听我娘的 老爷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 老爷 能不能 老爷 那 我 我也没得选择 要是这辈子我们没缘分 来世再说吧 我不要来世 如果你这辈子不要我 没关系 我现在就去来世等你 来世 怎么说着说着就跑了呀 这辈子不要我 我就去下辈子找你 你 在冰冷风里落下了 熟悉的声音 陌生的巨海 怎么会走到这里 心悄悄的声声 在心我东西了 摘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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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尹别这样 摘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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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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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放下 快放下 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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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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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 佳依 好好好 伯父 志愿额头撞到礁石 没气了 你 这 志愿 志愿 我承认我错了 你 你 你就吓我 志愿 我错了 你 你醒醒啊 我错了 志愿 你醒醒啊 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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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志愿 好痛 爸爸 爸爸 我 говорba 你看 说 cat 提起点 我就说 你就根本不是一个做针线活的料 你还非得来帮我 那我也不能天天白喝你熬的粥 总得帮忙做点什么不是 我熬的那粥那可是绝活 怀上了 多喝点 补一补 老咕噜 谢谢你 我知道咱院啊 就属你最节省了 你还能每天给我熬那么好的粥 我会感激你的 那粥啊 可不是白让你喝的 等这孩子这要是长大以后啊 我会让他全折成干饭还给我的 宝贝 你听到爷爷说什么了吗 你老咕噜爷爷说 等你生出来之后 娘还得把吃的稀饭换成干饭还给他 那你还是别出来 省得出来啊 还得还债 在肚子里安全 慢点 慢点 怎么能顶住 看好了 别扎手 你看你这 哎呦 宋云 哎呀 你看你 你还干什么活呀 别伤着孩子 没事 没事 我跟你说啊 这洗衣服这种活你千万不能干 特别是那个凉水 哎呀 没事 我洗点衣服也可以挣逢租 哎 你不让我洗衣服 你是不是赶我走啊 你说这种话我可就不高兴了 咱们可是一个院里的 我们这儿就是你的娘家 你这孩子啊 将来也是我们大家伙的孩子 我真的没那么金贵 再说了 这老天爷啊 让女人生孩子 那就一个本事 哦 我可没生过 我不太懂 那你就得听我的 哎 明天有人找我啊 下地去干活 你要不要一起去 啊 你真的要下地啊 好多钱哪 那我考虑一下 别考虑了 赶紧回去吧 我能行 芷緣 今天是你离开我的殿一百五十六天 你在那里过得还好吗 菩萨 我求求你保佑我的芷緣 早日登入西方金了 在那里过得幸福平安 先不散 芷緣 我亲手垫上这盏长迷的灯 只要灯不灭 芷緣 芷緣 对你的情意 就不会结 芷緣 你在那里等我 等我把这事的事情完成了 我就去来世许你 等我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来啦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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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常跟我说 朋友只能救急 不能救穷 养育孩子呀 绝不能光指望邻居 我得替他好好存钱 供他进学堂念书 让他长大以后 像他爹一样聪明 芷緣 芷緣 念得怎么样 念得很好啊 这天实在太热了 谢谢啦 跟我喝完了吗 干活吧 我说你都那么大肚子了 你还是再歇会儿吧 我去吧 哎 你看不起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根本用不着休息 根本就 哎 哎 你怎么了 啊 你别吓我 怎么了 蘇芸怎么了 他怎么了 他这是不是要 要生了 啊 我看好像要生了 那怎么办啊 快去找蝉婆呀 蝉婆里这好子里地呢 啊 咱们 紧仑地 紧紧地 紧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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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